嗨 大家 我是Chada 五月初步從倫敦繼續往巴黎移動 用自助旅行的方式細細疲惹巴黎的美 五月除了跟著朋友一起走了不斷爬坡 懷疑人生的步道 也同時申請到了新工作和英文寫作課程 然後在月底的鎮王將是紀念日常假 天天到高爾夫球場練習 停滯很久的成績終於有所突破 忙碌生活雖然讓身心有些疲憊 卻也一點一滴淬煉出一些成果 2023年5月 每天拍10秒矽谷生活日記 開始 大歐洲之心從倫敦穿過海底隧道 三個小時就能抵達巴黎吃烤蝸牛 Bonjour Bonjour 第一次被莫內睡蓮震懾到是在紐約MOMA 職員的莫內睡蓮雖然更多福 但人好多沒辦法好好欣賞 轉進爵士酒吧裡 這裡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前想學爵士鋼琴 現在還想學爵士舞 到祖安花神咖啡館點好餐 讓老公專心開電話會議 當工作和生活能靈活切換 生活自由度就更高了 研究所時選修了半學期的法文 果然全忘光了 還好在巴黎講英文也很通 再見了巴黎 Ohohoho 和同事來看大聯盟 今天發送免費兩款帽子 看到兩顆拳雷打 巨人隊還贏球 只會跳架了 很厚臉皮的跟朋友說 我怎麼沒吃到他線凍上的手切滷肉 沒想到他真的放在心上 謝謝 超好吃 集成的肚脊越大越好吃 就是你了 老公充差時租的車子被砸破後車窗 線路也都被拉出來 除了跟租車公司聯繫 還要報警做紀錄 舊金山國內行下的停車格 比考駕照還嚴格 這次去英法 喜歡的精品買不起 也沒有場合可以使用 帶了一些酒 伯爵茶和點心跟客戶朋友分享 一直很想吃這種完美風的早午餐 下層的麵包有點硬 還要一口一口切 突然好想用湯匙吃咖哩飯 突然很想喝清爽的熱湯 晚餐就燉了一鍋玉米排骨湯 好喝好喝 這個步道坡肚抖 大小腿爆痠 衣服裡汗如雨下 臉上水分卻馬上被蒸乾 謝謝大家陪我慢慢登頂 申請新工作 需要繳交TDEP和MLR 兩種疫苗接種證明 我的保險沒補助 到Costco接種花了153元 美國社區市公寓 很多都有游泳池和溫水按摩池 吃完晚餐 抽空下來泡一下 再回家繼續辦公 ESL 英文線上寫作課要做分班測驗 題目不難 要在一小時內完成 不能使用字典或線上輔助工具 自助洗車機洗到一半故障 到交友站便利商店裡跟店員求救 還好重新開機後就恢復正常了 帶著台北食堂的便當 拜訪新朋友 餐後甜點是在Costco 就買得到的好吃椰奶冰淇淋 烏熱淫如往常 到後腹子挑了一塊牛排回家自己煎 再開一瓶紅酒 未來也請多多包含囉 同事烤了牛肉和剝皮辣椒雞湯 我們帶了鴨乾醬和地中海料理 過去吃飯煎碗水消暑 信用卡送了50元的用餐額度 到配合了餐廳外帶晚餐回家吃 免費的吃起來特別好吃 紅有推坑氣炸夏威夷蜂蜂餅餐包超好吃 烘完表皮酥酥脆脆 真的會一顆接著一顆超Shot 買到特匠烤肉串 滷一層薄薄的油再灑上普羅旺絲香料 放進氣炸鍋烘烤輕鬆上菜 在台灣農會買到了仙草粉 加上韓國人森飲來燉雞湯 第一次做仙草雞 偶爾變換口味生活比較有趣 老公說這個草莓果醬會不會塗太厚了 不會啦 我小時候可是都挖一整匙放嘴巴直接吃 到Stanford 附近的Nagi吃拉麵 大家都吃很快翻桌綠糕 所以就算外面排很多人 也是很快就能排到了 連續練習高爾夫球第三天 我的發球桿終於突破150碼 成功推進到175碼 打完高爾夫球回到家 用菜刀剖開一顆小椰子 味道很濃很好喝 最後再用湯匙把果肉刮下來吃 我希望今年發球桿能夠超過200碼 最近已經比較能掌握甩桿動作 接下來就是靠健身強化肌力 在路上遇到一台便衣警車 如果沒有閃燈看起來就是普通的車輛 以上是我們五月矽谷生活日記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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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